有一位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他就又生了一个替代品 并给他取了死去孩子的名字 文森特·梵高 梵高就是带着这样的期盼出生的 他从小就经常被母亲带去哥哥的墓地 听母亲讲名字的来历 文森特是胜利者的意思 所以他知道母亲希望哥哥能光耀门眉 但对他的期望却是像哥哥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哥哥的替代品 但他还是想母亲能爱自己 于是九岁时 他第一次画画便勇敢固执地把画举到了母亲面前 他想得到母亲的称赞 但他什么也没说 而母亲呢 他其实很喜欢那幅画 但最后却只是轻轻瞥了一眼 说了句画画没用 不如上学 就把他送去了寄宿学校 梵高在学校里过得不开心 回家的时候郁郁寡欢 母亲看出来 他很担心 但最后梵高都要走了 他也没把那句 没事吧 问出口 母子俩的性格是一样的沉默敏感 而梵高成年后的那件事 直接让疏远变成了怨恨 梵高成年后 性格变得越发古怪 不但爱上了自己的亲表姐 还告了白 这让梵高的父亲对他破口大骂 母亲也用厌恶的眼神盯着他 最终他夺门而出 独自踏上了追寻绘画梦想的路程 在每一次撑不下去时 梵高都想过回家 他也回去过一次 但那次回家 他清楚地感受到了家人对自己的排斥 他在给弟弟提奥的心里说 大家似乎把我看成了一只笨拙无用的狗 这只狗似乎只能给大家带来无限的麻烦 直到梵高的母亲摔伤了腿 得在床上休养半年 梵高主动照顾 两人关系才有所缓和 后来他离家去阿尔 过得不好 甚至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但在母亲的生日前夕 他还是决定告诉母亲他很好 在这幅给母亲的资画像中 他特地刮了胡子 侧着身子 露出了自己完整的耳朵 还给自己打了两拖腮红 把自己画得整洁又健康 但这根本掩盖不住他眼底的绝望和悲伤 这是他最后一幅自画像 第二年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再也没能见母亲一面 我想梵高的母亲会后悔 后悔自己没有把爱说出口 他就像中国万千父母一样 明明很关心 却从来不说 我相信你小时候肯定也受过这样的委屈 决心自己长大了 绝对不活成这个模样 但当你成年后 一个人在外辛苦地想哭时 接到母亲的电话 也会像他们那样 不轻不重地说一句 放心吧 我最近过得挺好 我想这一刻 你会和埋怨过的父母 达成一种隐秘的内心和解 你懂了父母的承诺 也安慰了小时候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